亲爱的听众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当代老青年。 上期给大家讲了, 槟城美女杀人犯,毕丽美的案件。 今天呢,继续给大家讲述一位杀人焚尸的美女死囚。 其实咱们客观来说呀, 中国的女死刑犯并不多。 枪毙二十个男犯人估计也轮不到一个女的, 并且女人的犯罪程度呢,也都比较轻, 一般都是盗窃诈骗,卖银之类的。 边境省份女性贩毒的比较多, 内地呢,则有一些女人犯子。 总体来说,女性的杀人犯极为罕见, 面对面暴力杀害成年人的女性杀人犯, 又是罕见中的罕见。 1992年的一天, 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十四镇外的一座荒山上, 突然传来了几声女性的尖叫。 玉系地区,地广人稀, 新安县呢,也是这样。 十四镇,距离县城还有二十公里, 全镇包括下属的十几个农村也就有一万多人。 不过这里, 还有著名的洛阳旅矿场, 是全国最大的几个矿场之一, 拥有几千名员工。 对于小小的新安县来说, 矿场就是它的经济支柱。 这座荒山, 在镇外几公里的地方, 新安这里虽然没有什么高山, 但是地形复杂, 陷风沟壑很多, 从山下往上边望, 压根就看不到什么东西。 这座山的周边没有住户, 只有一个中年妇女在采摘中药材。 听到这几声尖叫之后, 这个中年妇女也有些害怕,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 没过多久, 山上又传了几声更惨的叫声。 这个中年妇女鼓起勇气, 朝着尖叫声的方向走了过去。 刚走了几分钟, 突然山上传来一片火光。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? 怎么突然就着了火了呢? 就在中年妇女怀疑的时候, 突然看到两个人慌慌张张下山了。 这个中年妇女还算聪明, 急忙躲在树后面偷偷地向外张望。 这两个人看着都是年轻人, 最多不过二十岁出头。 一男一女, 男的个子不高, 长得那是相当丑陋。 短下巴, 高颧骨粗眉眉, 看起来就像个猿猴一样。 相反的, 这个女孩却非常漂亮。 小圆脸, 大眼睛, 高鼻梁, 皮肤呢, 还特别白净。 这一美一丑的反差呀, 给中年妇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这两个人下山, 非常匆忙, 让人感觉是慌不择路。 那个男人的手上, 还提着一个绿色的桶, 像是汽油桶。 难道是这两个人放火烧山吗? 这可是犯罪呀。 中年妇女怕大火烧着, 只是留在原地观望, 没想到几分钟之后, 火光就不见了。 这时候呢, 一个山下路过的老汉, 看到火光之后也跑了上来。 两个人呢, 自然胆子就大了一些, 得了, 爬上去看看吧。 爬了几百米, 老汉发现了, 远处一个山坳里边, 有烧焦的痕迹, 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躺在那里。 这老汉眼花看不清楚, 可这中年妇女的眼神可不错。 他定睛一看, 哇的一声大叫, 丢下采药的筐, 就往山下跑去了。 这边老汉还莫名其妙呢,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, 好好认教什么呀你。 老汉朝着烧焦的地方, 又走了几十米, 终于发现了妇女, 为什么吓破了胆。 在这一块, 不过几平方米的地方, 躺着一具被烧焦的女尸, 一半已经叹化, 一半还是完好的。 这个女尸全身赤裸, 一丝不挂, 两腿分开, 尸身的上半身, 尤其是脸部, 已经完全烧焦了成骨骼状。 但是下半身, 却没有烧焦的痕迹。 可以看出, 这个女孩很年轻, 全身的皮肤雪白细腻。 而且这个女孩还很时髦, 懦露的脚趾上, 还涂着红指甲, 惊慌之下, 老汉赶紧下山报警。 新安县是个小地方, 九十年代只有二十万的人口, 多年没有发生过杀人案, 更别说杀人焚尸啊。 接到报警之后, 新安县警方是惊呆了, 通知上级洛阳公安局之后, 新安县警方火速赶到现场, 随后, 洛阳刑警也相继赶到。 案发地, 距离洛阳有三十公里, 等到洛阳警方赶到的时候, 天已经黑了, 现场勘查倒是很简单, 可是让人头疼的, 女尸上半身完全烧毁了, 脸部焦炭化成骷髅状, 没法辨别样貌。 女尸全身赤裸, 没有任何衣物和随身物品, 也不能借此辨别身份。 法医经过简单的查看之后, 认为受害女孩不是死于火烧, 而是被人中击头部, 又被手掐绳子勒, 至少袭击二到三次之后, 才惨死的。 可见歹徒啊, 下手极为凶狠, 尤其绳子的勒痕很深, 看来一定要置受害者于死地。 受害者死了之后, 才被歹徒泼洒汽油, 焚烧尸体。 这个受害女性很年轻, 估计二十岁左右, 还没有生育过。 根据肌肉和皮肤的分析, 这个女孩并不是农村人, 应该是现成至少也是镇上的人。 因为她没有干过农活, 女尸全身赤裸, 两腿分开, 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强奸杀人。 可奇怪的是, 根据尸检, 并没有在尸体的阴道中发现惊液, 受害者死前, 也没有发现被性侵的痕迹。 更奇怪的是, 尸检发现受害女性, 还是厨女? 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线索, 只有中年妇女的目击证明, 和几块绿色的油漆。 仅仅依靠中年妇女的回忆, 根本不可能在新安县, 更不可能在洛阳, 找到这两个嫌疑人。 至于绿色的油漆, 可能是歹徒携带的汽油桶上掉下来的, 除非能够找到这个汽油桶进行对比, 不然这油漆根本就没有用, 不足以破案。 案件陷入了僵局, 现在急需搞清楚受害女孩的身份。 万幸的是, 受害者是谁很快, 就搞清楚了。 新安县警方正准备张贴巡尸启示, 这时候已经有人来公安局报警了, 这报案者可是大有来头, 他是洛阳铝矿厂的厂长老丁。 洛阳地处玉西, 穷山恶水, 在建国之前始终很落后, 因为落后, 很多青年农民生活艰难。 玉西也是土匪的老巢, 先后出过孙殿英, 刘振华支流的大军阀。 建国之后, 因为国家将几个超级大型工厂建在这儿, 洛阳一度发达起来, 甚至超过了曾经很牛的开封。 刚刚我们也说了, 当年新安县的支柱企业自然就是洛阳铝矿, 借助新安优质的铝矿资源, 1996年就建立了铝矿厂。 工厂规模庞大, 员工众多, 厂长的行政级别和县长是差不多的。 当时的新安人, 尤其是农民, 最希望的就是能进这家工厂, 成为一个正式工。 工人的待遇远远高于本地的农民, 就收入来说, 那是后者的几倍, 还是汗烙饱收, 铁饭玩。 当地农村的女孩, 最希望的也是能够找一个厂里的工人。 这么一来呢, 成为工人的妻子脱离农民户口。 为此, 历任厂长几乎都是土黄的。